Hello 大家好 我是志祺 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podcast 我们每周一到五陪你聊聊新闻时事 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 那今天的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吃早餐 你平常有吃早餐的习惯吗? 如果你是不吃早餐派的 那你应该从小都被大人念过无数次 说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不可以忘记吃早餐等等等等 而且呢 你应该也有听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说早餐要吃得像皇帝 中餐吃得像王子 晚餐吃得像平民 这句话其实是由美国营养学家 安德尔·戴维斯提出的名言 目的就是告诉你吃早餐真的超重要 不过吃早餐真的有他们说的那么重要吗? 不知早餐除了是一件很嘻哈的事情 背后还有哪些有趣的冷知识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吃早餐吧! 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 先让我们来一段工商服务时间 你想要开始培养家里小朋友的日常生活能力吗? 那就赶快来考虑看看《盲狗狗》绘本吧! 《盲狗狗》是我们团队推出的生活教育绘本 内容包含了教小朋友怎么过马路 怎么预防在卖场走失等等的安全行为 另外还有建立身体见线 认识挫折的情绪 接纳高敏感朋友等等的生活观念 我们在推出之后就大受欢迎 很多家长都回报说 他们的小朋友每天都想要听 另外也还有深受家长好评 让小朋友非常喜欢的寻宝游戏本 可以让孩子在台湾的场景当中观察细节 不只好玩又能够让他们练习长时间的专注能力 目前10本全套组合 有现身2000元的超划算优惠 那如果输入资讯栏中的专属折扣码 podcast77就还能够再打9折 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 到芒狗狗官网去看看吧! 好的 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 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整体吧! 早餐这个中文名词的意思 顾名思有就是在早上吃的餐点 但你有没有想过英文的早餐 为什么叫做breakfast 而不是morning meal呢? 其实breakfast也可以拆成break the fast来看 意思就是打破斋戒 这个英文字一直到15世纪才出现 它起源于拉丁语是终止进食的意思 而这边的进食呢 不一定是宗教上面的那种进食 像比如你晚上睡觉前吃完宵夜 之后就没有吃东西 一直到早上醒来开始吃第一餐 这中间睡眠了七八个小时也算 所以叫做break the fast 有点像是我们今天168的概念啦 不过这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breakfast这个词 会在15世纪的时候出现 人类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吃早餐的吗? 要回答这个提问我们可以把时间往前推一点点 来看一下躺上尼亚的哈札族人是怎么生活的 哈札族是目前在地球上面少数仍然靠着狩猎 采集生活的族群 学者们认为透过研究他们的饮食习惯 可以解开早期人类的生活之谜 而科学家与人类学家在研究之后发现 哈札族人并没有固定食用早餐的习惯 在他们的语言里面也没有早餐这个词 主要是因为他们这种狩猎采集的生活 并没有办法规律的获得食物 什么时候可以吃饭 什么时候要饿肚子 都是要看当天的收获来决定 也就是说 吃早餐这件事情的前提 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有稳定的饮食来源 所以追溯回去 吃早餐推到最早 差不多也会是新石器时代才开始的事情 那个时候的人类制作器物的能力慢慢的成熟 序幕还有种植的技术也有明显的进展 可以有比较固定收成 所以才开始能够吃早餐 譬如说考古研究就证实 大约在西元前六世纪的希腊 当时的人类就已经有 类似今天冲泡麦片粥的技术 他们会烹煮穀物 把穀物晒干 去壳之后碾压成小碎块 然后储存起来 等到要吃的时候 只要冲入热水 不到几分钟就有穀物粥可以吃 不过新石器时代 虽然有稳定的饮食来源 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说 当时的人们到底有没有规律吃早餐的习惯 吃的又都是什么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需要仰赖一些文献记载来推测 根据孟子藤文宫上面的记载 中国人从先秦时代开始 一天就会吃两餐 也就是早餐跟晚餐 一直到唐宋时期 一日三餐的习惯才慢慢普及 但一日两餐的习惯依然没有完全消失 根据清代笔记小说 清拜类超的记载 当时中国南方流行一日三餐 而北方则是一天吃两餐 那吃两餐的这些人 大约在十点吃早餐 六点吃晚餐 早餐的部分也会吃得比较丰盛 那至于西方的部分 古希腊或古罗马人 我们可以从一些艺术绘画之类的作品看出来 他们确实也有在吃早餐 但似乎都不是主流的生活习惯 而且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出现breakfast这个字 这个字第一次出现 是在15世纪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的夹记簿上 不过在中世纪的欧洲 早餐也不是人人都能吃 基本上吃早餐的主要客群分成两种人 一种是上流阶层的贵族阶级 另外一种则是儿童、老人、奶妈等等 特别需要补充营养的族群 一般的大众普遍都还是会跳过早餐 一天只吃午餐跟晚餐两餐 好的,但虽然当时西方人吃早餐的不多 不过你可能会好奇 那些有吃早餐的人到底都在吃些什么呢? 答案是面包跟葡萄酒 没有错,就是那么hard cold 一早起来就在喝酒 而且他们这个早餐菜单还是不分年龄的 就连小孩都会喝啤酒当早餐 没有在那边什么快乐儿童餐的 根据中世纪的家庭医学文献卫生手册指出 当时他们吃早餐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清洗口腔跟去除口臭 这本手册建议 早上吃点沾葡萄酒的面包 可以清洁牙齿治疗口臭 还可以顺便填饱肚子 呃,所以早餐原来是当刷牙用 填饱肚子只是顺便而已 那当然,以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 吃个早餐大概无法改善口腔的健康 食物要是塞牙缝的话 反而更容易蛀牙 所以还是要乖乖刷牙了 但话说回来 吃早餐的确能够控制体重 让工作更有效率 还能够改善情绪不佳等等的心理疾病 而除了健康 现在吃早餐这件事情 也比以前多出了更多不同的意义 像是有越来越多商业会议 都会选在早餐时段进行 因为有很多人觉得 早餐时段谈生意 头脑最清醒也最有效率 而且比起下班后去喝酒吃大餐应酬 早餐会议不但比较省钱 而且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没意义的搜手 不过虽然吃早餐听起来好处多多 但其实吃早餐这件事情 并不是一直都这么重要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回古代 古罗马人就相信 一天只吃一餐 比起吃三餐更来得健康 因此他们大部分的时候 最重视的还是午餐 而到了13世纪 欧洲意大利的著名神学家 托马斯·阿奎纳 也在他的神学著作 《神学大全》里面写道 太早开始吃东西是一种罪恶 因为受到宗教的影响 那个时候的人觉得 吃太多早餐 会触犯七大罪之一的贪食之罪 因此中世纪的欧洲人 一天当中最重视的还是午餐 其次是简单的晚餐 如果睡前饿了 就偶尔吃点宵夜 那么早餐在以前 除了因为宗教官带来的罪孽之外 有些医生也会从健康的角度主张说 吃早餐会让人头脑昏沉 有气无力 所以如果你想要摆脱懒散 提振一早的元气 那最好的方法 应该是去户外散散步 促进血液循环 而不是坐下来吃早餐 不过虽然以前的人 对早餐的观感并没有太正向 但从16世纪之后 欧洲人确实是越来越常吃早餐 历史学家普遍觉得 这样的转变 是因为大家的工作形态 开始慢慢改变了 譬如说 一个16世纪的欧洲工匠 他的工作时间 可能会需要从凌晨的5点 工作到晚上的8点 工时这么长 又这么早开始吃工作 当然会需要吃点东西 来补充体力 而后来工业革命之后 越来越多人需要固定 且规律的工作时间 而这种生活形态 也逐渐变成主流 那当然 除了生活形态的改变 各种现代科技的发明 跟行销广告的推广 也是早餐逐渐普及 甚至越来越重要的原因 而这个重要的转折点 应该就是 你也很熟悉 多少都有吃过的 加勒式玉米片 19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叫做 约翰·哈韦·加勒的医生 五亿之间发明了早餐骨片 不过那个时候 最原始的骨片 其实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健康食品 真的就是单纯的骨片而已 加勒医师认为 清淡的饮食 可以帮助民众的身心健康 也能够改善美国人吃太多肉 而引起的消化不良 甚至他还认为 早餐能够帮助大家脱离 打太多手将 不断想瑟瑟的罪恶 呃 原来这个加勒医生 是call call 醒派的呢 但无论如何 后来这位医生的弟弟 也就是维尔凯斯·加勒 在这套理论里面受到了商机 他把原本没有味道的 玉米股片加糖 再加上很吸引人的广告文案 成功创办了加勒市公司 而这个品牌成功 吸引到了大量的消费者买单 之后加勒市甚至变成了 全球玉米片或股片食品 最有名的公司之一 不过虽然主打健康 是股片热卖的诱因之一 但加勒市的成功 最主要的推力 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 因为那个时候 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入职场 早上要外出工作的话 就没有时间料理太复杂的早餐 所以简单方便 一倒就能够吃 还能够兼顾家人健康的玉米股片 也就很刚好地成为了早餐的首选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早餐也逐渐被推崇 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 食品公司会把早餐股片 包装成有多重维他命 纤维脂等营养素的健康食品 还跟营养师合作 透过资助研究等等方式 宣传早餐的重要性 除了卖片股片之外 其他类型的食品公司 当然也要抢供早餐的市场 像是当时专门贩售培根的 Beat Nut食品公司 就为了让消费者可以多买一点培根 透过公关公司邀请医师背书 而这些医师就会跟大众宣传说 吃什么卖片 早上就是要吃培根这种重口味的食物 才会比较健康 而这样的观念 到现在听起来当然觉得怪怪的 但当时还是顺利的被普及了起来 而从此之外 培根与鸡蛋就变成了 西式早餐必备的品项 那到了现代 大家吃早餐的品项当然也就越来越丰富 没有说一定要吃骨片培根之类的 但是大众普遍 对于吃早餐这件事情 好像还是非常重视 不管你吃什么 反正早上就是要吃点东西 但如果今天有人就是不想吃早餐 真的会怎么样吗 早餐到底算不算重要的一餐 其实目前学界对于这件事情 也还是有很多的争议 支持早餐的研究指出 如果你跳过早餐不吃 那可能会很容易想要吃高热量的食物 因此吃健康的早餐 可以帮助克制对于垃圾食物的渴望 而且不吃早餐的人 也常常会被认为容易过重 甚至是肥胖 但这种说法 有些专家是抱持怀疑的 像是有些另外的研究就表明 有的时候跳过早餐不吃 反而可以降低整天的 总卡路里摄取量 所以没有吃早餐 不一定会变胖 而且像我们前面提到的 非洲哈萨族人 他们就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但比起所谓现代社会的人类 他们得到西方文明病的几率非常之低 也普遍有着非常健康的肠道 而另外 虽然以前有研究显示 不吃早餐的人 身材过重的比例 确实是比较高的 但这些人通常也是 社会当中比较贫穷的阶级 他们教育程度偏低 工作上面也常常要轮值夜班 所以导致他们身材肥胖的 最主要原因 可能根本就不是早餐 而是其他的这些因素 当一个人在生活当中 难以取得这个健康均衡的饮食 那身体跟身材 本来就不可能会多好 这件事情跟有没有吃早餐本身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想要来聊聊 我们制作这一集的想法 我们觉得看早餐这个议题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 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那我到底该不该吃早餐呢? 我们团队自己是觉得 大家与其讨论要不要吃早餐 不如去讨论如果要吃的话 应该要吃怎么样子的早餐 因为如果你天天都吃早餐 但吃的都是一些高糖 高油营养价值低的食物 那吃太多早餐 对你的健康反而有害 不如不要吃 那如果要吃的话 多摄取一些人类所需的 像是蛋白质啦 维生素啦等等 应该都是更好的选择 另外我们觉得 除了选择营养的早餐 其实我们也可以试着 聆听身体的声音 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饮食规律 有些人觉得不吃早餐 精神比较集中 有些人则是相反 这一切都会因人而异 未必有一定的标准答案 所以重点是理解自己的需求 再做出相对应的选择 那当然 因为自己在聊吃早餐 所以我们在这里 也要提醒你 不管你有没有吃早餐的习惯 都要记得 每天的饮食要均衡 吃满人体所需的 营养素跟纤维质 摄取刚刚好的热量 这样身体才会健康 不容易生病哦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 关于吃早餐的讨论 就前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可以按下最终的订阅 另外我们在EP11 也聊过一集泡面冷知识 你知道这个堪称 是宵夜圣杯的泡面 其实很有可能是台湾人发明的吗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感兴趣 很欢迎你去听听看EP11 我们把连结放在资讯栏 那如果是对于这集吃早餐 对我们的Podcast节目 或是我个人 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 也都非常欢迎你 在Apple Podcast上面 留下五星留言 那今天的节目 就这样告一段落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掰比